今天呢带大家看一下日本的橘子 看看旁边一只鸟还正在偷橘子 日本的这些人家呢 为什么有橘子他们不自己吃呢 看看这个橘子还是蛮好的 这个应该是柚子 但是呢他们家是种了一大圈 橘子呢都烂了 他们自己家也不会摘着吃 大家有知道原因的吗 难道就只是为了好看 其实呢你问日本人家为什么不吃 他们自己呢也说不上来 根据他们的说法 总结了两点 一呢就是自家种的 一般都不好吃 没有家接过 第二个呢就是太麻烦 大家认为我说的对吗 看看旁边家也种着一溜 我去超市看看 刚才叫我老公去 我老公不去 看我自己今天下雨 所以开车去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 最近日本的油价是掉了 这个哈倒不是说油便宜了 是因为那个政府有补助 所以现在变成160了 前这都长得190 所以说还是蛮好的 但是能省的地方还省是吧 随便呢再去车站前面看看别的东西 哎有什么便宜的 车站前面的停车场是30分钟 一百块啊 放两百块钱的 今天不是休假日 人还蛮多的 个人餐位还蛮便宜的 先上那边看看 一会儿再回 那这街道刚下完雨 感觉好干净啊 我先先来一边看一下 哪个矿呢 这都是贼大钱 这个挺便宜的 1,600块钱 我先去看看 鸡蛋也比以前便宜的 豆豉 600块钱 多少块钱 小鲯鱼干啥 这是 这个太厉害了 大鱼锅也很便宜 做汤 来一份 就是有点小 再来一份鱼肉酱 大虾1580 这一条鱼9500 红色银色的 这家 对啥区别 我不知道 这边居然有人排队买东西 便当鸡翅 看看这里有一个楼梯椅子 这好一会儿见 买些零食和小铁饼 好多人在排队结账 来一个 这边是虾干 放到970 这里边入店看 各种各样的菜 来了现在去看橘子了 今天 刚才有个买完了 该换我了 太重了 可以了 两个不老口 你这钱还蛮便宜 屁吗 50 这个也蛮便宜 这个也蛮便宜 这个也便宜 来一个 最近这原村贵的 电视上都多了 土洞呢 还行吧 太大了 好多贵 来这个吧 便宜吃什么 小炭吃的便宜 还有一个 三点相比 好像比上次的 小了 看看别的地方 200多 但是也不是两公斤 稍后来买了两公斤 再买一个 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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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了10公斤 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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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一半 买了这菜 一共花了1600块 还是蛮合适的 走回家了 一共200块 停车费量 好了 今天其实一共带了5000元 回家 今天的晚饭其实也是有了 总体来说呢 橘子还算是便宜 因为它里边的量 比普通的超市的多 但是它上面没写2000克 上次我买的时候 都是写了2000克 四季 自己怎么合适怎么来 这样也可以出来溜达溜达 平时不逛街 逛逛菜市场也是一种消遣 最后是这个是生物 四季 一路逛 这是蟹 一路逛 是蟹 这就是蟹 一路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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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來 鮭餅 脂皮 手を身體 外偏在 内臓 吃起來 你怎麼吃到你的頭? 不 不 不 沒問題 沒問題 吃完 今天不了 我去吃虾吧 我去吃虾 但我去吃虾 在虾 我去吃虾 你吃虾 你吃虾 香油炒的 辣豆 狗狗也吃辣豆 吃了吗 行吗 好吃 这就是太黏了 特别大一堆一堆 嘎啦肉和那个鸡蛋还有葱炒呢 只放了胡椒和盐 然后还放了油是香油 你也想吃 这个是放了鸡蛋菜 这个是豆苗 不放豆苗也可以 放的芝麻 然后呢把它用胡椒盐放一下 让开 扫底呢 光盘计划 你也光盘